大家好,我是新疆良心犯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 我怀中所抱的是我们的儿子小曼达拉 已经一岁四个月了 这个从出生到现在都没见过爸爸的孩子 却演绎着现代版的父子情 这个玩具是谁给你买的?爸爸 这个奶瓶谁给你买的?爸爸 快去看看谁在敲我们家的门?爸爸 儿子总是毫不忧郁的说 有一次有一叔叔到我们家做客 儿子不停地给叔叔拿苹果吃 叔叔要走了,我们送他下楼 儿子正在楼梯口,拱着腰 银行高喊,爸爸,爸爸,此情此景,令我心碎 可是,从12月2日张海涛从新疆自治区看守所 移送到上海监狱,已经4月有余 我们仍然没有接到安排教授会见的电话 接通过两次电话 第一次是接到入监通知出使 即2016年12月23日 接电话的徐警官告诉我 大概在2017年3月10日左右 通知我们家属会见 第二次是2017年2月21日 大概意思是张海涛为期三个月的入监教育考核合格后 就通知我们家属会见 我说这样的规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这下可好 干脆电话也打不通了 无数次的电话均是无人接听 我的分看为言表 如果说因言获罪被重判19年时所谓的依法治国的话 那么4月有余 不允许家属会见 又是一的哪条法律 难道就这样眼巴巴等下去吗 如果不是需要照顾孩子 我会背上行囊 到杀业监狱 问个随忍 尽管路途遥远 尽管前方的路经济匆生 我很无奈无助 还有 我们为什么至今没有收到张海涛的任何一封信 如果有人说张海涛不愿意给家人写信等等 我是不会相信的 张海涛在里面的情况 我们不得而知 也深深担忧 在这风雨泥泥路上 感谢感恩各界各位朋友 一路相伴支持 也恳请各界各位朋友 继续关注支持声援张海涛 杀业监狱电话 0997-8402-113 在此拜谢